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起初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但是到了战乱不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众生平等等概念 给战乱时期命入草芥的普通大众带来了精神的慰藉 进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随堂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 仅洛阳城内寺庙就超过了1300座 晚唐诗人杜牧曾写下了南朝484多少楼台谚语中的诗句 那时佛教的地位一度冲击了儒学的众统地位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的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涛时期 第二次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雍时期 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李延时期 第四次发生在周世宗柴荣时期 史称三五一宗灭佛 然而主导这四次灭佛运动的帝王 在历史上都是公认的雄主 才华政绩战绩皆可圈可点 拓跋涛北魏第三位皇帝能文能武 宇文雍北周第三位皇帝是个改革派的实干家 李延唐朝第十五位皇帝一生立志中兴大唐 主要心思都放在了削肉藩镇上 柴荣后周第二位皇帝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商人 继位之后展现出了优秀的治国能力 如果他能夺活几年历史恐怕都要改写了 这些雄才大略的帝王灭佛 肯定不是一拍脑门一抽风就决定的 他们灭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公元五世纪左右 古印度加皮罗威国太子乔达摩西达多 在目睹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苦难后 依然决然放弃了王子的尊贵身份 和王公的奢华生活 走上了修行之路 并在苦修六年之后 与菩提树下顿物创立了佛教 被后世尊称为释迦牟尼 此后释迦牟尼弘扬佛法四十五年 于八十岁时在居音纳结城试现涅槃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涅槃之前 曾经与魔王波寻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波寻对佛陀释迦牟尼说 我现在无法战胜你 但在你涅槃后 我会让我的魔子魔孙们混入你的僧宝内 穿你的袈裟 乱缴你的精 曲解你的佛法 你入面后 信仰你的人会越来越少 信仰我的人会越来越多 佛祖听了魔王波寻的话之后 久久沉没 随后两行热泪缓缓流了下来 释迦牟尼涅槃后 佛教因为其反对种姓歧视 终生平等整思想 在古印度颇受第一种姓者的欢迎 发展迅速 吸引了大批的婆罗门教徒改姓佛教 到了公元12世纪末 13世纪初 古印度本土佛教被入侵的伊斯兰教所消灭 但此时佛教早已东传 在中国生根发芽 因此中国也常常被称为是佛教的第二故乡 佛教东传大约发生在两汉之际 陆路经西域诸国 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海陆经奔加拉湾 安达曼海 南海传至中国广东一带 东汉时期 汉明帝刘庄派遣使者到大粤之国 求取佛经 翻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42章经 便于东汉永平11年 公元68年 在洛阳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到了南北朝时期 佛教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释迦牟尼佛在创立佛教之初 是一个无神论者 世间有两种无神论 一种是唯物的无神论 第二种就是佛教的无神论 唯物的无神论否认一切精神的独立存在 也不相信有鬼神的世界 而佛教的无神论并不是否定鬼神 而是说诸法皆由因缘所生 宇宙万物由众生的共业所成 起源于某个点 我们也终将回归这个点 佛教不认为宇宙是由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所创造的 在世界主要宗教的创立者中 也只有释迦牟尼宣称自己是普通人 其他的要么直接宣称自己就是神 要么就是宣称受到了神的启示 但释迦牟尼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他所有的领悟造诣和成就 都是归因于人类的努力和智慧 释迦牟尼说众生皆苦 而一切的苦难都来自贪嗔痴 这三读从人一出生就开始伴随人的一生 人都有欲望 有所求则无所得 有求皆苦 只有放下执念才能立地成佛 六祖谈经说 佛者绝也 佛的本意是觉悟者 放下一切走上回归之路的人就是佛 佛祖虽然为我们指明了通往涅槃解脱的道路 但这条路还需要我们自己走完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是 佛法不度人 人还需自度 然而随着佛教信徒的不断增多 后世将释迦牟尼神化 也有人从信仰中嗅到了利益的味道 从此一切便变了智 公元446年3月的一天 一群士兵闯入了长安的一座佛寺 寺中僧侣悉数被捕 佛像被捣毁 经卷都复制一具 不仅仅是长安的这座寺庙 从公元446年到公元452年的6年间 上述情况几乎发生在华北地区的每一座寺庙里 这不是零散的兵匪劫掠 而是来自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的旨意 招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拓跋涛选卑族人是北魏的第三位皇帝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归的孙子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的儿子 而北魏是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第一个王朝 从公元189年东汉末年开始 朝廷名存实亡 中国再次进入了大分裂时代 此后经过了三国两进南北朝三个阶段 除了西进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其余的数百年间 天下一片割据纷乱 直到公元589年 隋朝再次完成了统一 在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显卑族建立了北魏 北州北齐等政权 南方则出现了汉族建立的南朝宋 南朝旗南朝梁南朝臣四大王朝 南北互相对峙 公元423年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 因长期服用丹药重度而亡 15岁的太子拓跋涛继位 登基后拓跋涛野心勃勃 锐意武功 开辟驯马基地 足建强大的骑兵部队 打起仗来身先士卒 来如疾风去如闪电 所向披靡被称为草原风暴 公元424年8月 北方柔然趁北魏明元帝去世之际 欺负新继位的北魏皇帝拓跋涛年少 出动六万铁骑入赛 大军一路摧枯拉朽 很快便拿下了北魏故都圣月 都成平成告急 严谨16岁的拓跋涛 顾不上跟朝臣们商量什么 直接披上了铠甲 率领为数不多的京师禁军 直接冲向了前线 两军实力悬殊 北魏军队被柔然军团团包围了50余圈 士兵们看到敌军强大军心大乱 但拓跋涛却神情自若 奋勇杀敌 将士们受到主帅的鼓舞 开始积极拼杀 柔然军前锋 背斩首领见势不妙 赶紧撤退 事实上拓跋涛的军事才能 早在12岁就展现出来了 那年他远赴核桃 保卫长城 抗击柔然的入侵 一个小孩子把边赛军务整顿的有声有色 公元439年 拓跋涛扫灭了北方十六国 结束了历史130多年的五湖十六国之乱 统一了黄河流域 在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魏虽然是由拓跋涛的爷爷建立的 但北魏统一北方 却是由拓跋涛开启的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在为29年 把北魏王朝的疆域扩大到最大 东至沿海西至破拉纳北近墨北南达长江 版图包括了大半个中国 是历史上第一位引马长江的少数民族帝王 可就是这样一位鹦鹉的帝王 在北方刚刚统一七年之后 为何会磨刀霍霍像和尚呢 还听我慢慢说来 长年累月的征战对国力消耗极大 战后百废待兴 恢复经济促进生产成为了首要任务 战时国家为了饲养军马大规模圈地 占据农田作为牧场 战后拓跋涛为了恢复农业 于439年下令 西厨田进以赴百姓 此后还推出了一系列减免赴税 休养生息的政策 他本人是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例行简朴 史书记载说 拓跋涛不好真理 十不二位 连嫔妃们都一不奸彩 可皇帝这边勒紧自己的裤腰袋 那边却发现 佛门僧侣们因为历代的宽容政策 可以不支不耕不从军 不服役不纳税 并且拥有大量的女仆和女婢 念念经拜拜佛就能有信众供养 完全是犯来张口 依来伸手的神仙生活 众多男丁为了逃避兵役 顿入空门 关键是那个时候和尚还能娶老婆 有人可能会问了 佛教不是有淫介吗 但是要知道南北朝时期的淫介 是针对你和你老婆之外的人发生关系 那叫犯了淫介 自家夫妻关起门来 那叫弘扬佛法 拓跋涛灭佛之前 北魏境内的佛寺有三万多所 僧尼数目有两百多万 当时整个北魏的人口才三千两百万 也就是说每十六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白吃白喝 不劳动还不交税的 除此之外 寺庙还大兴土木 通过香火钱囤积金银 正所谓天下十分之财 佛战七八 早在公元438年 北方还未统一之前 拓跋涛就曾经下诏 凡50岁以下的沙门 一律还俗服兵役 但是效果很一般 公元444年 在信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建议下 拓跋涛下令上至王宫下至庶人 一概禁止撕养沙门 并且现期交出所有撕虐的沙门 若有隐瞒 诛灭满门 不过此时的太武帝拓跋涛并没有灭佛 仅仅是废佛 态度手段还算是相对温和 真正让拓跋涛下定决心灭佛的契机 发生在公元445年 这一年 匈奴人盖武不堪北魏统治 聚众十余万起兵 次年太武帝拓跋涛亲自率兵前去镇压 不料在长安的一所寺院内 竟然发现了不少兵器 怀疑沙门勾结反贼盖武 大为震怒 下令诛杀全院僧众 公元447年 拓跋涛又在长安的一所寺庙内 发现了和尚饮酒 私藏大批酿酒工具 还与贵氏女撕刑淫乱等恶行 更为夸张的是 在寺庙的密窖中 含藏有武器 以及高官聚骨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 拓跋涛怒下令诛杀长安所有的沙门 崔浩借机济言灭佛 于是便有了刚才提及的 赵诛舟喷沙门毁诛佛像的照令 北魏境内的寺院塔庙 无一幸免于难 使称太武法难 直到公元452年 拓跋涛被宦官宗爱暗杀 下一任北魏皇帝 拓跋涛的孙子文成帝拓跋郡 抛弃了拓跋涛灭佛的政策 再次大兴佛法 还修建了著名的佛教圣地云岗石窟 佛教在华北地区才再次兴盛起来 时间来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时期 宇文雍是北周的第三位皇帝 史称周五帝 北周刚刚建立就被全臣宇文户把持朝政 北周的前两位皇帝宇文爵宇文玉 均被全臣宇文户所杀 宇文雍和宇文爵宇文玉是一母兄弟 有了两位哥哥的前车之鉴 宇文雍韬光养晦 在宇文户手里当了12年的傀儡 表面上任其专政 暗中却在慢慢积聚力量 公元572年宇文雍见时机成熟 假意邀请宇文户喝酒 将其骗至宫中乱刀砍死 拿回十权后的宇文雍历经图治 关系民间机果 使北周政治清明 百姓生活安定 国力强盛 对外宇文雍则将目光放在了一桶北方的大叶上 自从公元534年 强盛一时的北魏王朝 一分为二 演变为东西魏之后 北方再次进入了分裂的局面 后来高家和宇文家都先后废除了东西魏的皇帝 自行称帝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宇文雍心里非常清楚 只有调动全国的力量 才能在一桶北方的战争中占据主动 然而在解决了全臣宇文户之后 他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寺院经济已经影响到了国家政权 北周时期僧侣的数量比北魏还要惊人高达300多万 而正史里面记载北周的人口只有1250万 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僧侣 这些人早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吸血虫 寺庙长期只进不出富的流油 但是当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非但不振灾 而且还趁机残吞土地 还发展出来了中国最早的典当机构四库 假借救济百姓之名发放贷款收取利息 再加上很多王公贵族都信佛 如果不加以制止一些利益熏心的和尚 就会以佛祖之名控制这些达官显贵 进而控制整个王朝 宇文雍决心压低佛教的地位 数次召集群臣明僧以及道士开会 讨论三教的优劣 预定儒教为先 道教为次 佛教为后 在会上佛道两教的辩论非常的激烈 根据旭高僧传志炫传记载 志炫高僧在辩论时立错道士张宾 周五弟宇文雍为道教护短 斥则佛教不敬 志炫高僧达道 道教之不敬由甚 宇文雍说不过和尚又恨道士不解气 干脆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诏 佛道两教一起灭 这点宇文雍可是比太武帝拓跋涛狠得多了 拓跋涛当时是重道灭佛 只抑制了佛教反而弘扬了道教 但是与拓跋涛不同的是 宇文雍不曾下令诛杀任何僧侣 只是将全国寺庙的资产全部都没收 命僧尼道士还俗 这对当时急需兵力和财力的北周王朝来说 无疑是九汉逢甘霖般的意义 公元577年 宇文雍亲自率军出征 以少胜多灭掉了北齐政权 随后又把废除佛教的政策 推广到了北齐境内 他亲自到北齐的国都叶城 召集数百僧人入殿宣布废佛令 一位法号会远的和尚 历声抗辩说道 陛下依靠王权 拆佛寺毁佛经破坏三宝 地狱可是不分贵贱了 难道陛下就不害怕吗 宇文雍听了之后 哈哈大笑说道 百姓得乐正何惧下地狱 公元574年到578年 四万多所寺庙被赐给王公作为宅地 一切佛经佛像尽毁于大火之中 史称见得灭佛 到了唐朝后期 唐武宗李延开展的灭佛运动 是历史上四次灭佛运动中规模最大 影响最空前的 也是唯一一次发生在国家 稳定正居中心时期的灭佛运动 随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极盛 唐朝时期的皇帝除了唐玄宗和唐武宗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信佛 多位皇帝曾经劳民伤财 迎佛谷供奉于宫中 所谓佛谷就是舍离子的意思 是高僧元祭之后 为火化干净的遗谷 迎佛谷的皇帝 会将佛舍离请到宫中 供奉一段时间 之后再送到各大寺院 让百姓瞻仰 正所谓尚有所好 下必慎烟 帝王的荒唐举动 在唐朝掀起了一场又一场 狂热的礼佛风潮 上至王宫 贵族下至贩夫走卒 无不奔走施舍 争先恐后的给寺庙送钱 这叫财不失 没钱的人粉顶烧纸 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 烫几个香疤 一步三扣 表示对佛的忠诚 这叫身不失 唐献宗时期 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 韩玉对迎佛谷仪式是深恶痛绝 认为长此一往国将不国 公元819年 唐献宗欲迎佛谷进宫 亲自共同三天 韩玉尚书 剑迎佛谷表一文极力劝戒 认为供奉佛谷实在是荒唐 要求将佛谷烧毁 不能让天下人再被误导下去了 这一番话 无疑是触及了唐献宗的逆临 唐献宗欲将韩玉处斩 但索性得到了多位大臣的求情 韩玉这才逃过一死 但活罪难逃 唐献宗一纸文书将韩玉 贬到了八百里外的潮州 公元八百四十一年唐武宗李延登基 李延在位期间对内打击藩镇势力 对外击败回狐 加强了中央集权 造就了会昌中兴的盛世 而李延本人崇尚道教 深恶佛教 此时唐朝全国上下已经有大中型佛教寺院将近五千座 小新庙宇四万一座 在侧登基的僧尼近三十万人 寺院的奴隶达到了十五万人 全国的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 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 僧尼们极少耕种 而是依靠农民耕种寺院的土地 以收取地租 或者是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 会成二年公元八百四十二年 唐武宗李延设斋宴 请僧人道士讲法 结束后两名道士被赐子 而佛门高僧却什么都没得到 唐朝五品以上的官服为飞色 三品以上的官服为紫色 赐子就意味着未同三品大元 蒋经传道之后 有一些人得到一些赏赐 这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事 但这件事却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位皇帝不喜欢佛法 当时在中国传法的一位天竺僧人 听闻此事之后极为不满 未经召见 擅闯皇宫要求面见唐武宗 请求回归本国 天竺僧人的狂放和傲慢 在唐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同一年唐武宗下令 凡有违反佛教清规戒律的僧仪 必须还俗 有财产者没收 不愿意被没收者 还俗之后交两倍的税 慧昌三年 公元843年 唐武宗听信谣传 说有藩镇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 于是下沙沙门令 长安城中300多名僧侣被冤杀 会昌五年 公元845年 唐武宗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 拆毁寺庙4600余所 和私立僧居4万余所 这次灭佛运动也被称为会昌法呢 晚唐时期天下大乱 公元878年至公元884年 王先知起义的后续皇朝起义 把气数殆尽的唐王朝 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公元907年 朱温篡位 废掉了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唐昭宣帝李柱 建立后梁 拉开了五代十国的缤纷序幕 五代十国是从唐朝灭亡 到宋朝建立之间的 几十年的历史大纷乱时期 其中五代指的是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 和后周五个中原政权 而十国是与五代几乎同时存在的 十个相对较小的割据政权 佛教的第四次法难 正是由五代中的后周的第二位皇帝 周世宗柴荣发起的 柴荣公元954年登基 在位仅仅六年 但文能治五建功成就极高 一举扭转了唐末以来的社会颓势 史学界甚至将他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要不是他英年早逝 赵匡映和北宋 可能就没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了 与之前三位皇帝不同的是 柴荣本人对佛教颇有研究 他信佛 而且承认佛教的社会价值 但是对当时风气败坏的佛教势力深感不满 他不反对信佛 但反对的是打着佛教的幌子 来做一些违背社会利益的事 五代十国的53年里 中华大地上战火不断 百姓苦不堪言 但佛教事业却比以往更加昌盛 教徒们以铸造铜像 宿今生为功德 私自销毁铜钱 自古以来中国的铜矿就不丰富 国家连铸钱的铜都没有了 但每年依然有大量的铜流入寺庙当中 公元955年后周失踪柴荣下诏 陆续关闭寺庙 严格限制出家条件 为了增加裁员 将寺院的铜像收缴用以铸钱 有人劝阻柴荣说 陛下您也信佛 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 柴荣回答说 佛祖既然可以舍身救人于疾难 怎么会舍不得这区区铜像已救天下呢 就这样和尚还俗 解决了兵源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佛像铸钱解决了钱荒的问题 寺庙土地充公解决了老百姓 无地可耕的问题 柴荣发起的灭佛运动 在四次灭佛运动中算是最为温和的 根据《资质通鉴》记载 柴荣总计拆毁寺庙30336所 但依然留存了2694所庙宇 《资质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对周失踪灭佛运动也是肯定态度 他评价说 不爱己身而爱民 不以无意费有意 周失踪算得上是仁暗秉礼之人 那么问题来了 让佛法蒙难的三五一宗 在历史上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的灭佛运动 实际上也是一场 汉人士族与显卑贵贵族之间的斗争 那次佛教法难中 除了僧侣受打击最大的 便是和僧侣集团密切相关的显卑贵族了 崇尚道教怂恿拓跋涛灭佛的宰相崔浩 代表的是汉人士族 他们虽然得到了表面上的胜利 但崔浩却成为了显卑贵族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两股势力对抗 无论结局如何 崔浩都必死无疑 太平真军十一年六月公元四百五十年 崔浩因果始之欲被诛杀 一起被杀的还有刚刚崛起的 汉族师大夫阶层的诸作汉族大户 崔浩临死前太武帝拓跋涛曾经命他主修北魏国史 刚开始的时候崔浩还是战战兢兢 生怕自己像司马迁一样因邪屎而获罪 但是太武帝还特意叮嘱他说 该咋写就咋写 有了这颗定心丸 再加上崔浩当时是备受恩宠 他就直笔实录毫不隐晦 可显卑贵族看了崔浩修筑的史书 恨不得把他给撕碎 指责他暴露国恶家宠 最后太武帝出尔反尔诛杀了崔浩满门 崔浩死后一年多 太武帝也被宦官宗爱密谋杀害 不得善终享年44岁 曾经扬言不怕下地狱的北周武帝宇文雍 在公元577年灭了北齐之后 准备罚突厥平江南一统天下 然而公元578年5月 五路北伐大军已经集结 粮草马屁已经清点完毕之际 宇文雍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终止了北伐突厥的脚步 仅仅一个月之后 宇文雍就身患恶疾全身糜烂而死 年仅36岁 关于宇文雍得的究竟是什么病 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而唐武宗李延这边 在慧昌法难结束短短一年之后 便突然驾崩 年仅32岁 根据史料推测 唐武宗应该是痴迷道教丹药中毒而亡 公元959年7月 后周世宗柴荣 在灭佛四年之后突发疾病身亡 年仅38岁 去世之前 他正在亲征弃丹的路上 关于柴荣的具体病因 史书上也没有详细的记载 也许连年的征战 早已经掏空了他的身体 一系列改革政策 又耗尽了他的心血 再加上荣一冲动 易怒的性格 身体可能早已报警 他还不自知 弥留之际 柴荣把皇宫禁军 交给了左右手赵矿印 亲手为后周选了一个绝目人 柴荣赵矿印都是历史上的明军 但赵矿印的成就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踩着柴荣这位巨人的肩膀 柴荣的一生虽然短暂 却有马上打天下 马下治天下的风采 在位期间南征北战 心怀一统大志 将北汉压得只剩下一座太原城 将南唐打得失去了江怀之地 还收回了燕云十六周中的三周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也说 如果周世宗能够多活个几十年 一定会一统中原 可能就没宋朝什么事了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柴荣莫名其妙的死亡 给后世留下了不少遗憾 相传柴荣在临死的前一天 曾经登上瓦桥关的一个高高的土岗 并且问身边的进城说 此地何明 大神回答历史相传为之并龙台 柴荣默默无语 当夜就并倒了 有人说主导灭佛运动的这四位皇帝 是因为得到了县世报 所以下场一个比一个凄惨 三五一宗的英年早逝 是否跟英国报应有关 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推崇佛教的帝王 也并非个个都能得到善终 南朝两五帝消炎 信佛几乎是信出了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高度 他虽然说做了48年的皇帝 活了86岁 看似长寿 但最后还是在侯景之乱中饿死了 公元704年武则天为祈求延年益寿 派遣使者到法门寺迎佛谷 悲剧的是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 武洲王朝就发生了宫廷政变 武则天被迫退位 第二年就孤寂愤懑地离开了人世 武则天之后 其儿儿子唐忠宗李显 不仅继续迎佛谷 还和伟皇后一起以发戴身 供奉佛谷十分虔诚 然而几个月之后 李显就被自己利益熏心的妻女伟皇后 和安乐公主给堵死了 在位仅仅五年 事实上深究三五 一宗灭佛运动背后的真正原因 有百姓得乐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热血 也有本土宗教与外来信仰之间的冲突 但更多的是权力之间的博弈 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 和拜占庭历史上的 毁坏圣像运动十分的相似 其本质都是为了确保皇帝 和中央政府的至高权威不受到挑战 打击宗教势力 对国家资源的过度侵占 正因如此 今天的不少佛教高僧也认为 历史上三五一宗灭佛运动 是形势所迫 被逼无奈的 当时的佛教确实是有一点太过了 你一个出家人 你好好的修行就行了 你搞什么经济活动 要什么妙产 有的甚至敢干预政治组织叛乱 仅仅在北魏时期就发生过 沙门慧隐 沙门法秀 沙门司马慧玉和法庆之乱 等多起佛教教徒组织的叛乱 佛教一旦成为阴谋者 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 那么在斗争中成为炮灰就不奇怪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在印度几季灭绝的佛教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野蛮的生长呢 仅仅是因为佛教的思想 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吗 事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统治者而言 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 不修今生修来世的学说 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减少老百姓的反抗意识 稳固统治者的权利 另一方面特殊时期 朝廷出售沙门身份证 也可以成为古代帝王的别样生财之道 这就不得不提出现在隋唐之前的杜蝶制度了 杜蝶是古代朝廷发放给出家人的身份凭证 上面详细记载着僧尼的原籍 俗名年龄所属的寺院出家的年月日 师父法名 并且由礼部长官以及其他相关的官吏 联名盖印 只有拥有杜蝶这个身份证 僧尼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明确身份 才有资格享受免除赋税摇曳的优待 杜蝶制度究竟起源于什么年代难以确定 但因为杜蝶的发放是与僧级登记有关的 而南北朝已经有了严格的僧级管理 所以杜蝶的出现应该是在随唐之前 杜蝶获取的途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通过朝廷举办的考试 官方会给考试及格的人颁发杜蝶 并且指定隶属的寺院 此时预出家的这个人才可以替度为僧 凡没有获得杜蝶而私自替度的僧尼为私度 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第二种途径是在天子诞辰等即庆之日 获得皇帝的额外恩准拿到杜蝶 说白了就是皇上一高兴赏你的 第三种途径是纳钱换取 也就是交钱来买来一张杜蝶 杜蝶本来是用来代表出家人神圣身份的 但是与钱沾上了边性质就起了变化 再加上僧尼所享受的一系列优待 杜蝶这个身份证就显得尤为珍贵 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 唐中宗时期 僧人的身份是仅次于官员的香伯伯 30万买官 3万买一个僧尼杜蝶 天保14年 公元755年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 这段故事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 安史之乱爆发不到一年后 太子李亨继位史称唐素宗 开始了对叛乱的大规模镇压 这就导致军费大增 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 于是朝廷便开始大量售卖度蝶 赚取香水钱 根据旧唐书素宗本记 和佛祖统计记载 仅太原一帝10日内通过售卖度蝶 就筹错了百万贯的军费 安史之乱评乱之后 出现了翻证割据的局面 地方军阀通过大量发放度蝶 来搜刮钱财获取暴力 比如说徐州节度使王志兴 在淮河岸边的四周 设置戒谈度人出家 利用大减价的方式 成批的出售度蝶 人们成群结队的度过淮河 只要几贯钱 就能够拿到一张合法的僧尼身份 根本就不需要举行传戒仪式 到了宋代 田赋摇曳杂税比唐代更为严重 但只要获得度蝶就可以免去 大部分的负担 度蝶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在四川地区 一张度蝶的关价是1000罐 而黑市的价格是1600罐 北宋神宗时期自然灾害频发 为了震灾 朝廷再一次公开出售度蝶 以弥补财政亏空 除了售卖度蝶 还买卖诗号紫衣 度蝶此时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流通货币 地主权贵们买到了空明度蝶 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出家人 可是他们中间又有几个是真正信佛的 恐怕信佛是假 想要避税隐匿财产 才是真正的目的吧 度蝶的巨大威力还不止于此 古代对于百姓的流动 是有严格限制的 但度蝶就相当于一个免查通行证 拿着它就可以各处通行无阻 水浒传中的武松杀了那么多人 仅凭一个度蝶换了个身份 就瞒天过海顺利到达了青州 鲁之身也是如此 打死了人 赵元卫给他弄了个度蝶 让他到五台山出家为僧 这才成功的躲过追捕 虽然说水浒战是小说 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社会现实 毫不夸张的说 正是度蝶制度催生了庞大的寺庙经济 度蝶对于统治者来说 就像是一记财政鸦片 吸的时候很爽 等到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就只能拿佛教开刀了 如果当时中国的主流宗教 不是佛教而是其他教 这个制度漏洞 同样会造成相似的后果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 你供奉的究竟是释迦摩尼 还是三清老祖 又或者是圣母玛利亚 问题在于制度的漏洞 让一群别有用心的人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 导致了社会的糜烂 电影状元苏起儿 最后有一段皇帝与苏灿之间的对话 皇帝说你丐帮弟子几千万 你一天不解散 教证怎么能安心呢 苏灿却说 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的 而是由你决定的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 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视频结束之前 我想聊聊信仰 我们总提及信仰 那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一生顿悟自然 追求真理 把所有觉悟到的真理 无私地传播给人类 佛祖淡泊六道三界 可如今的人们 却用金银和利益来赎罪积德 这不是对佛陀的亵渎吗 这样的做法 与化身贪嗔痴的魔王波寻 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